像你这种车车怎么还能上路呢 这种车上路就是违章 又茶几又是沙发 跟你说你挺好处理 我们是油房营乡 我是不乡长 你看今儿能不能给照一照 给怎么样 我们乡长不乡长 今天也不能照顾 像这种车早就该报废 油房营乡是县里出了名的穷地方 这辆随时可能熄火的敞篷吉普 是他们相为一能外出办差的车辆 说什么都不能让交警拖走 这样我们承认 这车就不是说不灭火 就往市面上一摆一看就违章了 但是从工作作风险看 我们体现了一种艰苦奋斗 不怕翻车的油辆船 是不是 这车跑项目呢 你一个乡长坐这个破车 还能跑项目 我给你看看 项目跑的这车全都盖完了 就在好运来要给交警看文件时 名叫柱子的司机竟被引擎盖弹飞 眼看发动机着火 交警拿起灭火器跳了上去 不一会儿火被扑灭 好运来也被灭火器的粉末染成了白色 磨破嘴皮子 好运来才从交警那里要回汽车 可还没回到乡里 一堆破烂事又找上门来 游方营乡的乡长名叫老马 是来农村杜金的城里干部 为了搞政绩 他不顾当地实际 从游方营村的村民手中 争了50亩粮田准备建设度假村 可整整两年过去 因为资金不到位 度假村迟迟没有开始建设 被征地的农民更是一分赔偿款没拿到 听说马乡长即将回县里任职 这群没了土地的农民 打算堵住他要回赔偿款 度假村的50亩地 只是乡里的烂摊子之一 全乡的所有教师已经半年没发工资 乡中学的教室也成了微房 可一直没钱维修重建 就连两年前新建乡办公大楼的工程款 乡里也一直没钱给 按理说把工作干成这样 马乡长应该感到惭愧才对 但他的心全都在仕途上 临走之前他给黄德强分析局势 赵副乡长岁数太大 更进一步的可能很小 好运来刚从村长变副乡长 没个几年工作经验 上级也不会提拔他 从这两点来看 他认为黄德强接替乡长的可能性最大 跟马乡长一样 黄德强也是官场的老游子 他先吓唬校长别找事 又把讨债的包工投资给好运来 等夜深人进食 他叫来一辆卡车 把马乡长这些年收的烟酒 都偷偷运回了城里 听说明天县委贺书记 要来接乡党委书记转院 黄德强又动起了歪心思 他强烈建议筹办一桌酒席 一定要把来视察工作的贺书记留下 咱顺便啊 给你开个婚送货 哎 这贺书记一来呢 就不仅仅是接老书记转院 也是接您回县里容生办公室主任 你看 这规根一下就上去 还得说黄兄长年轻啊 私非敏捷 这个方案我看行 贺书记一来 乡里肯定要向他汇报工作 为了能得到这次露脸的机会 黄德强打算拖住好运来 于是他偷偷拨通几个供应商的电话 让他们明天全都去找好运来讨债 乡办公大楼的外面开着四家饭店 其中之一就是好运来的老婆脆平经营 因为没有现金 乡里已经在他那里打了两万多的白条 脆平早就不愿再设账 可黄德强和好运来 还是把这次接待的任务交给了他 他有什么也办法 贺乡长啊 你说我家要在这住 也开这么个饭店 咱俩按常规 我今天回来 师傅我晚 你得给我接就好 就接不上 我回来我一看心情凉半节 小舅媳妇在呢 老头弄我 小灵在那 这个在咱那挤 哪次来都给它挤 我家的师傅就能凉 如果咱俩去明天安分完住院 晚间直接 把我去封建 花两个钱 大家就好好过一晚上 对我那首歌 其实老百姓 说啥要尽心 你还有这嫌弃呢 没啥文化的好运来 能从十几位村长中脱颖而出 完全是因为老书记的赏识 当得知老书记白天食尿了血 好运来第一时间过来探望 不料没说两句话 老书记的病情又加重了 医生告诉好运来 香卫生所的条件太差 必须尽快把老书记转到县里的大医院 不然老书记就有生命危险 可是香里穷得叮当响 就连卫生所的医药费都是欠着的 没办法 好运来只好向翠平张口 但翠平说什么都不肯接 他甚至建议好运来辞掉副乡长的职务 回家跟他一起开饭店 为了能把翠平手里的钱骗来 好运来谎称 只要安排好老书记转院的事情 他马上就辞职 一听这话翠平果然松口 这三千五是饭店所有的流动资金 明天还要张罗一桌招待县委书记的酒席 所以能借出去的最多两千 见此情形好运来继续忽悠老婆 他让翠平跟着一起进程 说这样有三个好处 一是老书记会记住翠平的救命之恩 好运来去县城跑项目已经半个多月 两口子一直没见着面 今天回来本想好好交流一下 可家里来的客人干啥都不方便 要是翠平跟他一起进程 他俩就能趁机去趟宾馆 这是第二点好处 第三点好处是县城的早市卖东西便宜 翠平应该从那里进户 鸡丫与肉 最起码比乡里头能便宜一半 对呀 行行行行 是 三点好处 安排老书一路愿把人情走了 咱俩也解法了 完事呢 让会也解决了 那行 那我去啊 行啊 好 就这样好运来忽悠到了三千五百块钱 当晚他们便把老书记 从乡卫生所转到了县医院 可想办理入院手续 这三千五根本不够 我就带三千五百块钱呢 明日再给你补行包 不行 必须要够五千 你这么晚来 让我上哪弄去 给点面子 我跟你说呀 同志 这个病号吧 是咱油房营乡的党委书记 级别够 明天呢 县委贺书记亲自要来 我给你卫生局局长打个电话吧 都啥年代还这么死心眼 给这收购 我没什么不行啊 那你说行就行 谢谢大家啊 对领导啥样 对老百姓就得啥样啊 等好运来安排完老书记 翠萍和柱子早已在车上睡着了 看丈夫出来 翠萍顿时充满期待 可好运来一句话 便浇灭了他所有的热情 没钱住宾馆 他们只好在车上喂蚊子 与此同时 黄德强还在为升迁找门路 胡家饭店的老板胡全 和胡二世县委贺书记的小舅子 为了巴结贺书记 黄德强把乡里唯一一座 油房承包给胡全 还把小流氓胡二安排进了派出所 知道明天贺书记要来乡里视察 黄德强又来到了胡家饭店 此时的胡全正在招赌 看着桌上一落落的百元大钞 黄德强假装生气骂了几句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 你平常玩点麻将 动动小书营 说是娱乐 不是赌博 还赖过情 你这样玩性质就变了 来来来来 赶紧收下来 几人赶紧把排酒换成麻将 黄德强也笑呵呵地坐在了牌桌上 桌上的几个人都是黄德强的亲信 平时没少从他这里拿好处 短短几个小时 他们故意把钱都输给了黄德强 你们怎么整呢 怎么老我胡呢 不是故意找剪炮吧你们 你说那意思 你们是不是都没整啊 小心好 咱们穿帐吧 来来来 时间不早了 你这么地吧 来 跟那穿帐 谁让你穿帝最份酒 那个 盲家长 乡里派出所缺人手 他是临时帮忙 赫首席小舅 内地 谁也不能随便打人 胡尔为什么要动手打人呢 这件事情还得从一天前说起 为了争到向县委和书记 亲自汇报的机会 黄德强偷偷拨通 几个供应商的电话 让他们第二天找好运来要钱 可黄德强怎么也想不到 天刚亮这几个供应商 就占据了乡政府的会议室 再有半小时 贺书记就要来视察 黄德强赶紧自掏腰包 让胡尔暂时 把他们带去了胡家饭店 可胡尔这个缺心眼 喝了几杯白酒之后 便把黄德强的小心思 全抖了出来 线为那个贺书记 你们清楚了吗 线为贺书记 要说明像个影 那我姐夫 亲姐 真的 你真姐夫 我姐夫今天 我姐夫今天领证 我姐夫今天领证 王国县长 到那乡来 你说那要碰着你们几个这样 那不给马乡成 又是你们的 我一看你们 我心都为难呀 被胡尔这么一提醒 几个供应商瞬间 意识到自己被忽悠 他们立即按照 黄副乡长的指示 准备到郝运来家中要账 与此同时 游房村的村民 已经堵在了郝运来家门口 两年前征收他们土地 兴建度假村的决定 是马乡长下的 可具体征地的人 却是郝运来 他们希望郝运来 能帮他们主持公道 就在村民们 等待郝运来时 那群供应商 也闯到了郝运来家 听说他们是来要账的 郝老爷子便把 乡里欠债的情况 都说了出来 乡里头啊 在我们这争了五十木地 撂了两个年了 都慌了 是吧 乡里还有五十木地 在那撂着呢 对啊 有了有了 他不有五十木地 咱们到他分点 卖地也当钱的 对 你们休想 那地是我们村的 我看你们谁敢动 看你动 这是我们书记 跟你说没用 我们啥乡里说去 不给钱 外面都快打起来了 乡办公大楼里 还一片祥和 黄德强侃侃而谈 当着贺书记 和王县长的面 他不断给马乡长戴高帽 同时把开发区 进展不利的锅 都甩到了好运来头上 不明情况的贺书记 和王县长 很快被他蒙比 那你们 为什么 这么重要的工作 非要交给一个 刚刚掉到乡里来的 很快会议结束 听说马乡长 安排了饭局 贺书记声称 县里有会要参加 只有王县长 被留了下来 不一会小秦 慌慌张张跑来汇报 众人这才知道 出了群体事件 做好了 老里头说 开发区那打起来了 王县长等人 立即赶到现场 胡二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人给揍了 要不是王县长来得快 胡二也得被打成肉线 可面对愤怒的人群 王县长也不知道 该怎么安慰 此时的好运来 还在往回赶 眼瞅快开到村子 那辆敞棚 吉普又在桥上熄火了 好运来和翠平两人推 也没能把车子启动 就在几人发愁时 一辆拉水的牛车 正好驶来 好运来马上想到一个主意 老乡当然不同意 见此情形 好运来耍起了官威 他告诉老乡 神井村的那口井正好归他管辖 要是老乡不肯帮忙的话 他就不让老乡去那里打水 明不跟关斗 老乡只好同意帮忙 就这样大黄牛走在最前面 老乡坐在引擎盖上 吉普车缓缓往村里驶来 不久后好运来看到了聚集的人群 在商任副乡长之前 好运来就是游方迎村的村长 在他的劝说下 村民们逐渐散去 看一场危机解除 王县长也没了吃饭的心情 他通知所有人明天去老书记的病房开会 县委班子要当众宣布下一任乡长的人选 王县长刚刚下完通知 翠萍就把好运来强行拉回了家 这个副乡长他说什么都不能再让好运来干下去 这是我见过最惨的乡长 在任的两年多时间 他一个项目没搞成 还欠了一堆外债 就在他要调走的这天 所有问题进集中爆发了 首先出场的是几位供货商 看马县长遭到围攻 黄德强立即冲到第一线 他披头盖脸就把几位供货商给骂了 这群供货商之所以今天来要账 全都是黄德强给他们透露的消息 没想到他们一分钱没要到 还被黄德强羞辱一顿 这个谁能忍 你打电话让我们来 让我们来朝黄云来要钱来 对 然后男朋友给我们灌醉 又整一帮群众然后把我们打吐 你这不想杀人别哄吗 就是 你再也进来 是不是喝多了你们这 谁喝多了 什么时候的事了 你打电话我们就来了 啥时候的事 你还不知道吗 不是什么时候 啥时候的事 啥时候的事 啥时候你自己心里明白 黄德强本想把锅甩出去 可当事人全在这里 黄德强根本甩不掉 一看乡里不打算还钱 女债主站在门口 直接把马乡长堵在了办公室 关键时刻黄德强冲锋陷阵 强行把马乡长送了出去 可刚刚坐上小汽车 几个供货商又把他拽了出来 你把你拿着车 拿着车我没抢 不给钱就抢车 你快卖他 开车快车 下来 追逐 跑来的这群人全是游方营村的村民 他们的五十亩地被巷里征用 两年来一分赔偿款都没拿到 这次他们过来也是跟马乡长讨说法的 可郝运来不愿让马乡长为难 于是紧紧追了过来 看几个供货商要抢汽车 郝运来决定先安抚他们 我们欠你钱不假 乡里也欠他们的钱 就是今天我把你放走了 他们也放不走 那你得说是怎么还我们对不对 你赶我们钱我们就得怎么办 就拿这几栋房子做保证 到时候乡政府还不了你们的钱 我们就搬出来 你们就上这来住 拿这几栋行不行 这可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大伙都听着了 安抚完供货商后 郝运来又利用自己的微信 将本村的村民赶了回去 被两拨人这么一闹 马乡长的小心脏早都受不了了 看马乡长站都站不住 几个人赶紧把他抬进了办公楼 此时的翠平已经准备好饭菜 本以为郝运来会把乡亲们 请来当众宣布辞职 哪料他带回来的竟是几个供货商 知道翠平马上要发火 郝运来率先出击 我媳妇听说你们来要钱来 完了没要去 完了跟乡里的群众闹矛盾 心里特不好受 告诉我说 你赶紧给你找家来 拉了这事 大早起来真好 郝运来的忽悠 加上几个供货商一番恭维 翠平只能给众人安排饭菜 很快两桌酒席就摆在了院子里 看翠平这么好爽 女债主还和他结拜成了干姐妹 郝运来把几个供货商安排得明明白白 可村民在仓子的带领下 竟然再次去了乡里 这回他们盯上的是那辆小汽车 被债主们折腾一顿后 马乡长已经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 早知道事情会闹成这样 他就不会好大喜功折腾那个度假村 要不是郝运来出现 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听马乡长说了郝运来的好话 黄德强马上站出来反驳 就在这时司机过来汇报 小汽车被村民们抢走 他还差点挨了揍 知道这件事只有郝运来能摆平 马乡长第一时间让小秦向好运来求助 可翠萍根本不愿账速再插货这些事 那这不干了还去干嘛呀 这不干我不干我也得去 你这不是乡长了 你不当乡长了 瞎说 你说你不当乡长 你根本扯车干啥呀 我把这把人给不整这了吗 那把人把车整走了 你说你这不一个囤的人 像一个囤的人吗 那把房徐给母了 你说你不扶我们玩呢吗 我就不当乡长了 一会我回来给你立个字据 房子给你嘛 不就完了吗 你说你都啥也不是 你那立的字据还有啥用啊 我不能抄一个啥也不是的小白人要钱呢 我啥也不是也行 这么大个饭店在这呢 还能回来你啊 什么玩意 我把饭店押给你 哎 什么玩意 把饭店举出去 你敢 好运来一溜烟跑到乡办公大楼 此时县里的小轿车已经被舱子等人抬走 听说舱子等人上了山 好运来让柱子发动吉普追打 可关键时刻吉普车又掉链走 就在几人试图推着启动汽车时 一辆红色小轿车正好驶来 两拨人险些撞在一起 哎呀李希怎么搞的 没事 说话的女人名叫梁玉芬 是南方一家大型企业的销售骨干 多年前她曾在游方银村插过队 这回她来东北 一是故地重游 二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 听说好运来等人都是游方银村的村民 梁玉芬倍感亲切 她答应帮好运来追赶舱子 此时的舱子正带领村民往山上抬汽车 只要把车藏进山洞 一般人绝对不会发现 当好运来出现在前方时 舱子等人瞬间懵了 哎呀 这家干净什么啊 这家就给生乎拉就抬下来了 这往哪抬呀 你真傻 能推走 弄着抬我那车天天推 舱子让好运来别管这事 他们之所以抬走汽车 完全是冲着马香掌去的 好运来直呼舱子等人糊涂 这辆车是县里派来的公车 私自抬走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再说当初是他从大家手里争的底 就算要账 大家也应该找他而不是马香掌 你们大伙如果觉得心憋屈 什么事都冲我一个人来行不行 我好运来我保证一条 将来我就这么杂国卖铁 我卖人卖女 我也把钱给你们 听到好运来这三个字 梁玉芬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当年插队时他险些被狼吃掉 正是好运来在山上救的他 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 村民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接着好运来双手一抱 做事就要给众人磕头 好运来在村民中的威望极高 看他被逼成这样 村民们也觉得这回做的确实太过分 见村民们面露愧色 有才大喊一声 让他们把车在台回乡里 就在这时马香掌等人 也坐着吉普车来到附近 车子在半坡又熄火了 没办法他们只好下车去推 推了十多米后 他们和村民们正好相遇 看好运来已经帮自己摆平村民 马香掌惧无比 但好运来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运来 这主要还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工作没做好 它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应该全体质责任 好心办错事 天底下有的事 也不光咱一家 马香掌今天就要回城 好运来决定立即送他走 只听他大喊一声 所有村民都调转了方向 相信吗 这个今天呢 咱就来一个把坏事变成好事 在这临时举行一个 欢送马香掌回城一次 看见吗 前边这块路呢 还是一段主路 过去就是百合公路了 咱们为了表达 我们油房营子乡的 全体老百姓 对马香掌这些年来 在我们乡的这种真情厚义吧 咱们再抬一抬 送马香掌上路 大家说好不好 好 伴随着好运来的一声声耗子 汽车被缓缓抬向前方 看着眼前感人的一幕 马香掌对油房营乡的惭愧之情 越来越浓 好运来这个人 也永远印在了他的心头 临别前马香掌许下了郑重的诺言 乡亲们 我永远也忘不了油房营子 我知道该怎么对待你们 等好运来送走马香掌后 梁玉芬这才和好运来相认 听说梁玉芬是专程来找自己的 好运来直接把他领回了家 当年他在这里插队时 好运来的父亲郝老顺是村之书 老之书 小本啊 上集说到梁玉芬来到游方营村 看他和好家父子胆情不错 刘翠平热情招待 可饭吃到一半 翠平忽然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 梁玉芬在插队时差点被狼吃掉 是好运来救的他 并且梁玉芬一直未婚 担心丈夫移情别恋 翠平对梁玉芬忽然产生了敌意 但好运来并不知道妻子的想法 聊天中她得知梁玉芬是一家大企业的骨干 这次来游方营乡 就是想开发这里的一口神井 我想 现在发水财的这么多 有的把自卵水接上 贴个商标 就成矿泉水了 咱们这儿 有真能治病的神水 为什么不开发利用呢 水有啊 现成呢 有不少儿子店子 就是没钱投 哎呀你要是笨这事来那可妥了 好运来跟梁玉芬打得火热 女儿小玲又跟三明跑了 翠平越想越气 还不等好运来谈完正事 她便强行把丈夫拽回了房间 时间很快来到田亮 按照之前王县长的吩咐 今天要在老书记的病房召开一个小会 知道这次会议关乎乡长的人选问题 黄德强就好运来私自给老书记转院一室 提前给老赵通了气 咱们是堂堂的呀 政治机关 冷不定杀进这么浓密 是啥规矩也不懂 是为所欲为 明明是组织行动 愣给你整成个人性 老赵 以后这种势头 咱地加以克制 不能出现那种正不压歇的局面 好 乡里的吉普车一如既往的掉链子 柱子让他俩下车去推 可两人谁都不愿用力 就在他们大眼瞪小眼时 好运来坐着梁玉芬的汽车来了 这辆车比吉普车舒适得多 二人乐呵呵坐了上去 很快一行人来到了老书记的病房 医生告诉他们 老书记的尿毒症非常严重 现在只能用透析维持 一周做两次 一次的费用需要1500 要是病情进一步恶化的话 就只能器官移植 但这需要合适的肾源 并且手术的费用得7万左右 贺书记当即表态 就算花再多钱 也一定要把老书记的病治好 说完老书记的病情后 众人开始研究下一任乡长的人选问题 黄德强的夫人是县医院的医生 当年王县长的父亲病重时 他精心呵护了三个月 两家人从此建立了很特殊的关系 所以王县长把首先发言的机会给了黄德强 黄德强侃侃而谈 他认为邮方营乡最近的工作没做好 完全是因为主抓开发区的好运来工作没有做到位 要想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 就必须选出一个有文化有魄力的年轻人 言外之意就是选他 紧接着发言的是老赵 他认为要胜任乡长这一工作 就必须有丰富的经验 老赵的意思也很明白 只有他最合适 按理说刚刚胜任副乡长的郝运来 根本不可能在升前 他本没有要和二人争抢的意思 可被他们这么一挤兑 郝运来的心里非常不舒服 随便找个借口 郝运来提前离开了会议 见他迟迟没回来 马乡长来到外面寻找 这才发现郝运来正在抽眉烟 今天我跟你说个实话 他俩吧 一看我要回城 就各个的答案 我看出来的 一个吧 想升一格退休 另一个呢 想升一格回城 其实谁是干实事的 我心里还能没个数啊 前一天处理纠纷时 郝运来的魄力 给马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卧床不起的老书记 又是郝运来的伯乐 四个人的小班子里 两个人都倾向于好运来 下一任乡长的人选互之欲出 不知情的黄德强和老赵 还在互掐 从实力上来看 你跟我竞争 不占任何运势 什么叫信息高等 什么叫克隆技术 啥叫国际互联网 如何把握经济规律 这一切一切你都赌了 就凭你这素质 你这智商 我扯你 为了能当上乡长 黄德强平时没少下功夫 听说胡家兄弟是贺书记的小舅子 他先把香油厂包给胡全 又安排胡二进了派出所 每到逢年过节 他都会给王县长送礼 在乡里的两年时间里 他也没少巴结上任乡长老马 从他的角度看 这次乡长非他莫属了 可万万没想到 获得晋升的 竟是他最不看好的好运来 有好运来 暂时接替我的工作 任邮房营自乡 代理乡长 没能更进一步 黄德强和老赵的心里都很不痛快 但当着领导的面 二人只能表示坚决拥护上级的决定 你放心吧 何叔家 我觉得今天领导的决策 是最佳决策了 不管越来越同志干到什么程度 我们一定会积极配合 好 何叔家 你放心吧 以老代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我认为我们这个班子 是老中心优化组组 既被干一番事业的班子 好 二人的场面话说得很漂亮 可当送走贺书记和王县长之后 老赵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要去检查 黄德强也说要回趟家 升了官的好运来 只好独自一人回去 目送好运来离开 黄德强邀请老赵去他家喝酒 一瓶白酒下毒之后 二人开始分析形势 好运来年轻有为 要是等他顺利退休 那他们二人一辈子都上不去 好在县里只让郝运来做了代理乡长 在他正式晋升乡长之前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二人达成默契准备拆台 当天夜里黄德强回到油房营乡 他让胡全的酒店立即停业 你家一停业 把所有的顾客全挤他们下去 他家肯定活起来 是吧 回头他就告他个偷睡漏睡 管我一家停业那也不行啊 那王五六八他们好几家呢 人家能停业吗 那你就得想办法了 你想法让他停 黄德强让胡全拿出一万块 明天一早就送给翠平 就说是祝贺好运来升官的礼物 接着他让胡二偷偷放出风 说明天一早 好运来要报销箱里欠下的条子 给胡家兄弟安排完任务后 黄德强又拨通了几位村主任的电话 明天早上上班之前 必须把东西送到 你别怕花钱嘛 全村每个人探五块钱 就够他喝一壶的 第二天天刚亮 几位村主任就开着拖拉机 来到了好运来家门口 看他们车上装的全是礼物 老爷子打算让他们把东西拉回去 可好运来觉得这是肯定有蹊跷 来的这几个村主任都是黄德强的心腹 他们不约而同来送你 背后肯定是黄德强指使的 好运来打算将计就计 他让小秦拿来一个本子 把各位村主任送的礼物全都寄了下来 不一会儿里面粮油就堆了半屋子 刚刚送走几位村主任 黄德强准备的第二弹又来了 催债的商店老板和饭店老板足足来了十多位 黄德强是负责财政的副乡长 好运来直接把人推给了他 但黄德强很快又把球踢给了好运来 那好相长是咱想给一把人 家有牵口主是一人 是吧 你这事你这么多条子 不经过咱们主要领导审查一下 这能乱报吗 这确实 知道这是迟早躲不过 好运来让人把白条都放在桌上 他答应报销这些白条 但报销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向公安局来一个人送警棍 向派出全体负责做牌 吃掉四百六十八 你那有啥的吃这些呢 首先拿两条盐走的 不拿不拿不拿 你拿盐呢咱就不能管了 按规定 按标准就是 每个人报八块钱 咱们负责陪客的是报一个人 在家吃饭那个人 一共十六块钱 刨除十六 小秦啊 对于这个 十六块钱咱们给报 其余的钱呢 你就一军摊不会除法吗 一除 每个人都平摊了 就这么这么劲 那我找谁要去这么多人 你谁签字你找谁要去呗 这些白条大部分都是同样的情况 郝云来让小秦按照刚才的处理办法列个明细表 具体的报销工作由黄德强负责 小老板们直呼倒霉 郝云来告诫他们 以后再有想设账的 统统不予招待 为了节约开支 郝云来还给食堂立了新规定 凡是离家近的同志 以后全都回家吃午饭 想在食堂吃饭的 必须支付现金 看好运来轻松化解了黄德强设置的麻烦 老赵特地跑来奚落黄德强 你笑啥呢 你 智商高的 为把别人整倒 自己倒领了一项任务 行 你能完成 能完成 你智商高啊 这个智商 你要是再不交承包款 那群众可就有意见了 这香药厂你就再不能承包了 怎么的 不让我承包了 这笑话 我不包了 我看谁还敢包 县委书记的小舅子就是这么牛 承包了村里最赚钱的香油厂 但是承包费一分不交 当村主任催款 他竟把村主任骂了一顿 上集说到黄德强让胡全关了饭店 在胡二的运作下 乡里的其他几个饭店也陆续关门 所有吃饭的人都拥到了翠平的饭店 一时间饭店里人满为患 营收额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刚开始好运来以为这些人都是来打溜序的 可老爷子觉得这是不对劲 听说翠平收了胡全的一万块贺利 好运来吓了一跳 他直呼老婆真糊涂 给你个炸弹可能你都敢收 你知道这一万块钱是啥 这要告你个受贿罪 这一下就得判好一年你知道吗 胡全正好拖欠着村里两万多的承包费 好运来当即把这一万块上交给了村支书老满 看胡全要下死手 老满这才发现官场的凶险 他劝好运来辞去乡长一职 以免他日遭到奸人的陷害 短短一天时间 几位村支书和胡全先后来送礼 要债的又把他堵在办公室 好运来也意识到了黄德强的疯狂 明天是他上任乡长的第一次大会 第二天天气突变 外面下的雨比一瓶跟他爹要钱那天的雨都大 就在好运来穿好羽衣药出发时 周校长忽然带着十几个孩子闯了进来 原来学校里的房子都成了微房 被大雨这么一交 好多教室都成了水帘洞 周校长实在不敢再让学生待下去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动得发白的脸蛋 好运来的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他答应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后大会正式召开 黄德强坐在老马身边 一点没有给好运来让座位的意思 好运来只好坐在旁边 等老马宣布完好运来的任命走了之后 黄德强依然坐在正中间 他先是长篇大论地讲了一遍国际国内的心事 又从克隆技术讲到了交响乐 要不是底下的听众打断 他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等黄德强和老赵都发表完讲话后 好运来才有了说话的机会 他先让黄德强让开位置 接着霸气地宣布了一项新规定 宣布完这个决定后 好运来把昨天几位村支书 给他送礼的事情当众说了出来 他告诉几位送礼的人 这些东西只能代表他们个人 绝不能走工账 接着他让众人穿好羽衣 立即前往靖老院 那些礼物已经被人搬到了这里 好运来拿出清单 让几位村支书核对礼物的数目 等数目确认无误后 他宣布这些东西 全部捐赠给靖老院的老人 就在好运来处理这些东西时 周校长再次前来报告 学校的两间房子已经塌了 好在学生们都已提前放学 这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听到这个情况 好运来立即做出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决定 可能在座的百分之八十吧 你们家的孩子 是不是都在那种学校同学 咱们也有老子 咱到老了怎么办呢 咱不把孩子培养成才 咱老了谁养过咱 养过妻你了吗 一个啥也不是 所以说我决定 乡政组不会有四番房子 咱们乘出三趟 挤到一趟里去办公 其余的房子都留给学校 就算定了 这个天晴就搬 同意的举手 同意 同意 在新乡长没到任之前 你是不是暂时主持相议 就暂时的不是还是我祖宗吗 你是不是应该跟咱们商量商量 不我啥事没跟你俩商量 换学校那么大的事 你跟谁商量 你咔嚓家伙你就 你紧接着又是退一撤相 那你一个人说了算的话 要我和老赵有什么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好运来在任职的第一天 就展示了超强的魄力 他先是当众羞辱几位送礼的村支书 又把乡办公大楼的三分之二 让给学校 这两个举措很快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 但当搬迁办公室的通知贴出去后 乡里的几位同志非常不满 他们把气都撒在小秦身上 听说此事好运来顿时来了火气 我请你这样 一般的插了重鞋 反属于不愿意搬钱的同志请报名 乡长奖可以辞职处理 行的 在好运来的施压下 乡干部门很快腾出办公室 第二天轰轰烈烈的签校仪式正式举行 为了让孩子们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好运来把他的同班同学陈大牛请了过来 陈大牛大学毕业后 便在县城开了一家肉制品加工厂 如今他的产品远销海外 一年就能给国家创收千万美金外回 好运来号召孩子们都应该向陈大牛学习 以后争作国家的人才 就在好运来发表讲话时 黄德强焦躁地看着手表 原来他昨晚偷偷给崔经理打了电话 说好运来把相办公楼给了学校 当初建造这栋办公大楼的砖瓦水泥都是设购的 崔经理就是债主之一 好运来曾经答应他们用这栋大楼抵债 当听说好运来又把楼给了学校 崔经理伙同其他几位债主杀了过来 在一会儿到那儿 咱们分头占领 每人都给他抢一趟房 那一人一趟那也不够分呢 不够 千我这太多了 我占一趟还不够呢 那你占两趟 咱一起给他干 好 好运来的演讲还没结束 几位老板便冲了上去 可还不等他们开口 好运来便挽起了语言艺术 他先是热情地向众人介绍了几位老板 然后便开始疯狂给他们带高貌 我们当初这个乡政府 是这几位叔叔和阿姨们 奢供奢料借钱 给咱们盖的 没有钱啊 我们应该向他表示 三鞠躬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三鞠躬之后 好运来又狠狠夸了一番债主们 接着他便把话筒交给了 最能闹腾的女债主 看着孩子们的笑脸 几位债主哪里还好意思 在提要钱的事情 他们鼓励孩子好好学习 然后果断跳下了舞台 知道这些人都是黄德强叫来的 好运来让他请众人吃顿午饭再走 看到这个结果 老赵又来也与黄德强 这资产高的 行啊 没打着黄皮子 又让黄皮弄一身骚 快去吧 马乡长在位时 曾经争了游方银村的50亩粮田 说是要建设旅游度假村 可没有投资商 那些粮田便慌了整整两年 知道旅游度假村这个项目没戏了 好运来打算把地还给村民 可黄德强百般阻谋 他认为这个项目是王县长和老马搞的 要是没经过他们同意就退了土地 那就相当于打了二位领导的脸 不顾黄德强的反对 好运来决定明天就落实这件事 现在如果把地退回去 还能种点荞麦 这事就别研究了 已经来不及了 有啥老马 你马上通知暂地那几户 马上把地给退回去 明天抢住 好嘞 好嘞 这事这么定了 出现一些后果有我个人负责 通知很快下到村里 可乡里拖欠了两年的征地款 为了尽可能弥补损失 村民们自发来到征地区域 他们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 分了这里的尾档和基础设施 就连铺地的草席和裂口的大锅 都被他们洗劫了 听说这一情况 黄德强让胡二过去制止 没想到胡二竟然喊来几个混混 把村民给打了 好在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好运来看到 他当即呵斥了胡二一顿 这什么玩意这是 没事你穿个警服 你转正了吗你 吊儿郎当 干啥玩意这是 好运来告诉胡二 拆开发去的命令是他下的 三言两语好运来便把胡二赶走了 接着他苦口婆心劝说村民 让他们又把刚才拆的东西全都送了回去 给大活人送花圈这是有多尴尬 看看本山大叔这段操作你就知道了 游方银箱有一口四百多年历史的神井 据说当年有个大将军带兵路过这里 千军万马也没把井水喝干 并且这口井里的水含有特殊成分 治好了不少老人的腰疼病 当年梁玉芬在这里插队时 就听过神井的传说 这次回到游方银箱 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把神井开发成矿泉水厂 等成功后再开发其他旅游资源 为了尽快落实这个计划 梁玉芬带着水样去了一趟省城 几天后她就拿到了花烟报告 根据专家鉴定 神井中的各种矿物质含量在国内非常罕见 他们几乎不相信呢 他们说我 你是不是个化学的 我们化验鉴定 然后拿回去大造舆论 好蒙骗消费者呀 真的 就是啊 就是我讲这玩意太真了 有了梁玉芬拿来的这份报告 好运来充满信心 很快她起草好一份立项报告 打算交给上级审批 看完好运来起草的报告 梁玉芬笑了笑 原来她早就帮好运来写好了 她的这份报告比好运来的那份全面的多 要是按照你写的那些条款办 那你可就吃亏了 那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你们领导看了 没多大优势 肯定不会动心 身为大企业的销售骨干 梁玉芬很少让利 但当年在这里插队时 老书记拿她当女儿看待 好运来又对她有救命之恩 所以这次合作她并不以盈利为目的 可如果无利可图 牛总又不可能答应投资 所以她定的这个利润分配方案 几乎是踩着公司的红线 办矿泉水厂是一个大项目 好运来决定先去医院 征得老书记的同意 然后再找老马 求她找线领导审批 听说梁玉芬的投资 带有报恩性质 老书记对她表达了感激之情 随后二人来到县委大院找老马 可看门的大爷 竟说马主任出车祸死了 马主任死了 啊 第二点 看这道会 看算过来哪去看去吧 这他妈也太暴了 这他妈整个个事 你百个事都等他呢 好运来决定去火葬场送送老马 在此之前他拨通乡里的电话 把老马去世的噩耗 告诉给了黄德强 这样啊 你通知一下子在乡里的有关同事 完事还有马主任亲朋好友啥的 不请安慰安慰啊 你别来了 我都不一定赶上了 抬着一个花圈 郝运来一行人很快来到了火葬场 可万万没想到 在门口接待他的人竟然就是老马 郝运来吓了一跳 抬头仔细看了一眼上面挂着的横幅 郝运来这才知道死的是另一位马主任 而今天闹笑话的不止郝运来一个人 我的那个马主是另一个马主任 你还别说 好多人都以为是我死了 给我们家送了十几个花圈 弄得我老子之霸 你说这事弄得来 我跟你说 当时我接了这个信给那厅 都走不了道了 当时都瘫了 我这这不完了吗 完了到这一看 听说你也练了 我当时我看见一股烟 我说都想往里钻 就凭你刚才哭的那个样 我明白了 你对我是真有感情啊 几个事下来 我也看透了 你这个人是忠实可教啊 换事便好事 梁玉芬当即决定请客给老马押金 几人饭吃到一半 好运来这才想起老马没死这事 他还没跟黄德强说 担心黄德强等人着急 好运来和老马火速往乡里赶去 没想到一向半时拉胯的黄德强 这回组织能力非常强 七八辆拖拉机正拉着花圈往火葬场开去 知道这回的事情都怨好运来 黄德强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黄德强不光花圈准备的款 他还借着发送老马的机会 让食堂准备九个菜 这严重超出了伙食标准 看好运来要追究责任 黄德强马上把锅甩给老赵 同时他还向众人炫了一下 自己雄厚的算术功底 完了那个老赵说 我老赵说那意思吧 现在农村吧 这个家里死人了 发送完了吧 大伙不能冲肚子走 你吃那个杂货菜 一般都醋撒菜 以炖大豆为主 是吧 完了老赵说那意思 就论那个马乡长这个资格呀 地位来说呀 怎么也盯撒老百姓 三三这么一成 正好九个菜 就这么安排九个菜 你怎么都推到我头上来呢你 我以乡长的身份宣布 马上撤知你派出所的一切职务 你什么都不是 没这个权 你有这权吗 我有 你别忘了 你是个代理厢长 过了才政治厢长来的 你啥也不好使 你能好使吗 告诉你 我就是代理一天 就把你撤掉 明知胡二是县委书记的小舅子 好运来为什么还是要撤他的职呢 上集说到梁玉芬请专家鉴定 发现神经里的矿物质含量非常高 老马也答应帮他们跑矿泉水厂的审批手续 听说手续几天就能通过 好运来决定立即建一个自来水厂筹备处 这样梁玉芬就能拿着水质报告和筹备处照片去找牛总 说不定牛总当时就能同意建厂 就在几人商量时 刘翠平忽然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原来仓子欠了胡全的两万块钱 媳妇受不了打击竟然上吊了 很快仓子就被村支书带到了饭店 见他支支吾吾不说欠钱的原因 好运来马上猜了出来 好在仓子媳妇没啥大事 好运来这才把仓子放了回去 第二天一早 好运来带领村民拆了开发区的围档 这些材料正好用来搭建自来水厂筹备处 可当他们来到神井附近时 才发现今天的神井村热闹非凡 胡全请二人转剧组过来表演 并向村民们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 他已经和神井村的村主任 刘大炮合资建了水厂 胡全的这个水厂只有几口大缸 以后谁想要用水 都必须从他这里购买 看胡全想私自霸占神井 好运来霸气开队 他拿过话筒 当众宣布查封胡全的盛水厂 干啥呀 这大缸一点卫生都不讲 这就要卖水呀 这井就圈上了 这啥卫生也不讲 这可这干啥要开业 看好运来要查封水厂 胡全当然不干 他竟然说这口神井是他自己的财产 好运来听完差点笑出来 这口神井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 说大了它是国家资源 说小了它是神井的村的 怎么可能会是胡全的私人财产 国家资源谁开发算谁的 你管不着你 我怎么管不着国家资源多了 这里头还不少露天煤矿呢 好 你上那我拉煤去吧 好运来一声令下 让有才带人拆台子 二人转剧组也被撵了出去 胡二还想耍无赖 结果被好运来当场辞去了职务 随后好运来重新站到台上 他告诉众人 胡全一枚资金二枚设备 三枚有卫生许可和审批手续 所以他的这个圣水厂是违法的 就算现在办了也很快会被查封 接着好运来把梁玉芬介绍给众人 他给我们投上百上千万的资金 跟我们合资办 讲来我们这个水厂办完之后 利润 你们村一半 给梁景丽一半 乡里一分都得不着 在说完办场的好处后 好运来才把神景村的村支书刘大炮叫上去 被好运来吓唬几句后 刘大炮把出卖水厂的真实情况说了出来 原来他和仓子一样 也欠了胡全的十万赌债 后来被胡全威逼利用 他便作价十万块 把神景卖给了胡全 说着说着刘大炮便和胡全撕了起来 我他妈现在就吃 你将这条作妃 作妃 作妃 作妃不行 大牧生水厂你得还我钱 还钱 下去 刘大炮是神景子村的村支书 他大喊一声 当地村民便把胡全胡二等人赶上了山 被打的几人当然不肯认输 不久后他们看到跟梁玉芬一起来的三民落了单 小毒的 他也欺负咱们出事 哥 过去小子家 小子家 把相机给他砸了 走 胡二说干就干 他们几人狠狠揍了三民一顿 并把他手里的相机砸得粉碎 等好运来等人过来查看时 三民已经被打服了 哎呀 我们走啊 三国的矿权多得是 哎呀 上手 我们干嘛要再进去啊 三民是牛总的亲外生 要是知道三民被打 牛总还能在这里投资吗 意识到这个项目可能要慌 好运来气得暴跳如雷 他抱起石头 把胡全准备的几口大纲全给砸了 这么大个乡长 说在乡政府我都管了 小舅媳妇怀孕我还收拾不了这件事 你给那嘎吹了 吹啥呀 这他老太太这关你闷过去了 等他老舅回来不答应我 你可得给我负责任了 他老舅那个小样子在我面前明明的 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知道他咋的 他能拿到了比我 让我帮给怀上 这月得你 你咋啥话都说你 你看他老舅 自从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后 计划生育就跟干部的考核挂了钩 好运来的丈母娘终而亲女 已经有一个孙女后 她又逼着儿媳桂兰怀了二胎 看乡里一直不处理桂兰 村里另外几家也有样学样 如此一来 黄德强的计划生育工作便无法开展 当着老马的面 黄德强把这件事抖了出来 桂兰怀孕这件事 好运来早就知道 他本以为桂兰能处理好 哪料丈母娘这么强势 没办法好运来只好亲自出马 他谎称 靠山屯计划生育搞不下去 这件事已经捅到县里 村里其余几个孕妇又都盯着翠兰 等县里真的追查下来 她的乡长当不成了 桂兰的孩子也保不住 所以她打算把翠兰接走多几天 等他们走后 这边就可以往外放风 就说桂兰已经去县里做手术了 这样一来 剩下的两家就不敢再观望 完了 等这边这俩 做掉了 什么呢 那那乡长我还差他这一个孩子 全乡一万多口人 多生一个算个啥 被郝兰来这么一忽悠 丈母娘果然上大 可桂兰的心理根本没底 要是一股行做了手术 回头根本没法向老太太交代 但郝兰来非常有信心 几天后三明被胡二等人打伤 在送三明去县城治疗时 好运来把桂兰也拉到了医院 几个小时过后 桂兰的手术就做完了 与此同时三明的癌揍气坏了翠瓶 他扛着一把锄头冲到胡家酒店 直接敲碎了酒店门口的锅里 一向蛮横的胡二本响之八两下 结果先被翠瓶推倒在地 接着又被薅掉了假发 多年来胡家兄弟鱼肉香里 乡亲们敢怒不敢言 怕得正是他们背后的贺书记 郝兰来当然也知道这点 隔天一早郝兰来守在河边 堵住了正在沉练的贺书记 当听说胡家兄弟打了三明之后 贺书记让郝兰来大胆去干 如果处理不好三明被打这件事 牛总很有可能会放弃投资 贺书记让郝兰来立即报案 抓捕胡家兄弟 得到贺书记的支持后 郝兰来很快带着警察 抓捕了胡全和胡二 听说此事后 黄德强马上到王县长那里搬弄是非 他声称之前的开发区都是王县长搞的 可郝兰来说都不说一声 就把整个开发区拆了 这是对王县长的不尊重 另外郝兰来自从上任乡长后 便在乡里搞起了一言堂 别人的意见他根本听不进去 至于三明被打这件事 黄德强竟把锅都甩到了三明自己身上 开个破车 拿破照应机这一趟那一趟 还挺大个舌头 我估计啊 人村里那小伙子看不惯他 就把他给打了 人家胡二胡全啊 上去是拉架的 这个好人来就愣赖人家胡二就打人 你说你这不是报复 这是啥呀这是 至于胡家兄弟设赌场这件事 黄德强也给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人家这个胡全吧 开了个饭店 所以呢就认识不早哥们捧过啥的 没事在一起打打小打架 也就动个二十三十的输赢 完了哥几个呢就给他打瓶子了 最后把他吃了喝了 那我还猜过呢 那算啥赌国呀 被黄德强这么一挑拨 王县长信以为真 他立即给乡派出所打电话 让他们释放了胡家兄弟 同时他还打算撤掉 好运来带乡长一职 这特强啊 不行不够高 你跳起来白跳 我把腿存坏了 到时没达到目的 那不遭罪了吗 比男人还猛的翠平 为什么会哭得这么厉害 上集说到好运来 送三明去县城治病 一起去的还有梁玉芬和小林 担心小林和三明把持不住 又害怕梁玉芬惦记好运来 翠平贴下饭店之身去了县城 到县城十天已经黑了 此时的好运来 正在和梁玉芬吃饭 看梁玉芬一个劲儿 给好运来加菜 翠平的心里越来越酸 回到医院 他便向桂兰抱怨起来 你长得年轻啊 漂亮 说话挺拿钱的 你不是这玩意儿呢 啥早也不能看不了 翠平在病房等了一晚上 也没等到好运来 怀疑他和梁玉芬有私情 翠平怒气冲冲地回了家 而好运来昨晚很早回了乡里 隔天刚上班 他便召开小会 想和老赵黄德强 研究一下水厂的建设问题 没想到黄德强跟吃了枪药一样 不但不配合好运来的工作 还提前退出了会议 见此情形 好运来决定把矛盾挑明 当着所有干部的面 好运来直言黄德强之所以和他闹 就是因为他挡了黄德强升官的路 可要把油房银箱交给黄德强 他好运来一百个不同意 因为他知道黄德强根本干不长 他的心也根本不在乡亲们身上 看黄德强死不承认 好运来和他打了一个赌 你要有那胆量 咱们别吵着 什么 咱俩手拉手 上线里 辞职不干了 你有胆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看行啊 我跟你说 你要有自知证明的话 你应该冲动辞职 我他妈没做亏心事 我做亏心事了 看二人闹得这么雄 同事们赶紧把他们拉开 气不过的好运来猛喝一口凉水 拿料筋被呛了 就在小秦给好运来拍被试 翠萍正好过来 一瞬间他又吃醋了 按摩呢 按吧按吧 我前那天没吃东西怕他饿 不能啥时候回家 小子 没事 精神食量也挺重要 按吧 事业上不顺 妻子又疑神疑鬼 好运来越想越气 回到家里他便和翠萍打了起来 可翠萍的战斗力实在太强 好运来根本不是对手 追着打了几拳之后 翠萍忽然哭了起来 自从嫁给好运来 他每天起早贪黑伺候一家老小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好运来竟然会背叛自己 看翠萍哭得梨花带眼 老爷子让好运来劝劝翠萍 可好运来比翠萍还委屈 他说的事什么一敌也都没有 今晚是人扣死房子 还劝他我都冤出大屁下来了 谁劝我 情绪激动的二人口不择言 竟然说出了要离婚的话 看翠萍离家而去 老爷子大骂几声 逼好运来快把翠萍叫回来 好运来和翠萍这对夫妻 要是有六百个心眼的话 那好运来就得独占五百九十九个 被他劝了几句之后 翠萍马上就意识到自己错了 回到家里他做了几个好菜 还向好运来敬酒赔礼 老爷子看到这番操作后都傻了 好孩子 处理好家庭矛盾 好运来本想大展拳脚 把自来水厂赶紧建起来 没想到王县长忽然带着调查组来到乡里 当着所有乡干部的面 王县长公布了好运来的三条违纪行为 第一条收受贿赂 第二条偷税漏税 第三条带头破坏计划生育 鉴于以上三条 县里决定立即撤销好运来的代理乡长一职 由黄德强接替好运来的空缺 这段你就先不要来上班了 好好地在家白显自己 我发以为我没干好 你让我干我都也不干了 知道不 上集说到王县长列举三大罪名 当众撸掉好运来代理乡长一职 知道这都是黄德强在背后操作的结果 好运来立即让小琴去喊老满和有才过来作证 此时的胡家两兄弟已经被王县长释放 胡尔容身为饭店经理 胡全则去了乡派出所 一看这个结果好运来强压怒 他打开一瓶白酒 一口气连干了三杯 随后他开始自证清白 上任乡长的第一天 胡全就给刘翠平塞了一万块 知道胡全没安好心 好运来当天就把那一万块交给了邮房营村 因为胡全还欠着村里两万多的承包费 这件事老满和有才两人都能作证 有了老满拿出的账本 好运来的受贿罪就不能成立 可胡全的行贿罪怎么算 行贿罪 行贿和受贿是一个罪 在说清楚这件事情后 好运来便把枪口对准了黄德强 他知道胡全做的这一切 都是黄德强在背后指使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他拉下马 可好运来就算不干这个乡长 他也绝不同意黄德强接任 邮房营子这二十几年来 来来往往的乡长不下十人 他们个个都是来这里镀金的 在任期间他们一件正式不干 等升官之后拍拍屁股就走人 你升官官了走了之后 你还给这整个溜空 连划了装好几车 回家连装修 邮房营怎么穷呢 都是什么你们这边 给当穷的 吃饭 吃饭 我跟你说 王院长 这些年来邮房营 如果是老赵干 这三十来年不至于这样 不至于一屁眼机会 这个来要钱 那个要钱 他最起码他有个长期的行为 他是这生这长的 好运来借着酒劲 把心里的委屈全都说了出来 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 当官那块材料 他没时间跟上级拉关系 也没时间整人整材料 像他这种人 下马是迟早的事 我下来生 我最不同意啊 大哥 你说什么来啊你 随后好运来摔碎酒杯扬长而去 这个乡长他再也不干了 被好运来这么一怒 王县长和黄德强颜面尽失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大吃大喝 黄德强招呼一声 让胡尔赶紧把准备好的甲鱼汤端了出来 听说好运来被撸 老爷子急火攻心倒了下去 可翠萍却高兴坏了 自从好运来当了代理乡长 先是梁玉芬和三明住进他家 接着桂兰又堕了台 最近听说好运来还要给老书记捐身 一旦好运来不当乡长 这些烦恼都会跟他说白白 翠萍高高挂起两个灯笼 还在门口美美地放了两串鞭炮 当调查组来家里调查饭店退税漏税一事时 翠萍坦言这件事确实存在 并且他把锅都甩给了好运来 一看翠萍胡说八道 老爷子赶紧把他拽了出去 好运来被撸掉 黄德强高调上任代理乡长 第一天他就耍起了官威 他先是警告柱子 以后没有他的允许 谁也不许私自使用吉普车 接着他又给自己弄了一间最大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竟然连床都配上了 听说调查组没查到 好运来受贿的证据 黄德强甚至怂恿小情做伪证 可小情早已看透了黄德强的虚伪本质 说什么他都不肯那么干 我可以把你调来 也可以把你送回去 而且连广播员都当不成你信不去 我信 你这种人什么事做不出来 不过最起码 你无权干涉我的选择和自由 你的意思 跟我请个假 进县城 揭发我呗 我是党员的 要不啥的 普通老百姓我也没这么绝望 上集说到黄德强和小情闹掰 趁着给老书记送医疗费的机会 小情把乡里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给了老书记 听说郝云来被停职调查 重病的老书记不顾小情的反对 坐着一辆三轮车就去了县委大院 县委和书记亲自出门迎接 并让人把老书记抬进了办公室 在了解完邮方营乡的近况后 和书记直接拨通王县长的电话 并把他训了一顿 胡权的话怎么能信呀 他是什么人 我还不比你还清楚吗 听说那个小王 把胡权又调到乡拍出所去了 这不胡闹吗 这不 刚好马上把他辞掉 调查组回来马上跟我汇报 好嘞 和书记的这些举措 让黄德强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 为了能尽快转账 黄德强想到一个歪招 猫牛屯是他分管的片区 那里有几个养牛户 他们饲养的肉牛 加起来有二百多头 要是能把这二百头牛 包装成一千二百头 那猫牛屯就成了养牛专业村 到时上级马上就会看到他的政绩 为此黄德强亲自给几个养牛户下达指标 让他们在十天之内 拓大牛群的数量 担心上级注意不到自己的动作 黄德强还让老婆找来新闻界的朋友 把这条假新闻播放在了电视上 很快这条新闻就被好运来注意到 看黄德强在电视上夸夸气谈 好运来瞬间试过黄德强的谎言 弄虚作假谎报成绩 不忍猫牛屯的老百姓跟着遭殃 好运来打算把这件事捅出去 可翠萍死活都不同意 自从好运来当上乡长 梁玉芬和三明便突然出现 如今女儿已经和三明好上 丈夫又和梁玉芬不亲不楚 翠萍再也忍受不了更多的打击 他每天守在大门口 根本不给好运来出门的机会 一顿大吵之后 翠萍才同意好运来外出 但条件是好运来去哪都得带着他 来到乡办公大楼 好运来开门见山 他给黄德强五天时间 让他尽快向领导澄清那条假新闻 要是黄德强不照办 他就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揭露此事 随后好运来找到老同学陈大牛 他是一家肉牛加工厂的老板 听说黄德强弄虚作假的事情后 陈大牛答应帮好运来出这口恶气 自从被好运来警告之后 黄德强便只是猫牛屯的冯主任 让他尽快借一批肉牛过来凑数 很快几天过去 县尾班子来猫牛屯视察工作 当着贺书记等人的面 黄德强再次开起嘴炮 他一边给领导带高貌 一边向他们炫耀自己的成果 不久后好运来做着破级葡道场 刚出现他便戳穿了黄德强的谎言 这啥技术能长出这些牛的 客龙 你这是啥意思 人家干出点成绩来 讽刺 发苦 这怎么能行 几分钟后 陈大牛带着省城的记者也赶了过来 陈大牛是油房银箱的胶子 眼前的这些肉牛还得指着他来收购 贺书记对他表达了热烈的欢迎 随后省城的记者直接开始采访 面对镜头 王县长发表了一番假大控的演讲 黄德强拿着一个小本 装模作样地记录着领导的讲话精神 当记者问其养牛专业村市 如何具体发展起来时 王县长马上露出窘态 他把话筒交给老马 老马又辗转把话筒给到了黄德强 可黄德强这个草包哪里懂什么养牛技术 就在他支支吾吾应对时 一个老汉忽然赶来挤头牛 记者的话筒也递到了冯主任这边 面对记者的提问 冯主任坚称这名老汉就是他们囤的 他姓王 他真的姓王吗 他真的姓还有假吗 是他们村 有名的老牛怪 没人没你 狗气 嘿 嘿 谁他妈绝活 这怎么回事 我华老大儿生买他 怎么到您谱 我们变绝活了 我告诉你 咱们说好的 今天这牛来了 一天是一对五十 我一共十二 这是六百块钱都了 你没这么整的 你真的这样我就不来了 县委书记我也是人 谁愿意自己的亲属犯法呢 他们涉赌抽红 打架 砸饭店抢神井 情景恶劣 本应该受到严惩 可是刚把他们抓起来 就有那么多人 给我打电话求情 给公安局局长 打电话求情 还不到二十四小时 把人家给放出来 上集说到省电视台记者 当场揭穿养牛骗局 黄德强本想让 猫牛屯的冯之书背锅 哪料冯之书 丝毫没有进步的欲望 在撇清责任后 他把黄德强晾在原地 本想露脸 却把屁股露了出来 黄德强颜面尽失 但这只是他倒霉的开始 贺书记一声令下 让县委班子 立即前往游方营村 在好运来的几大罪状 他要搞一次三堂会审 为了澄清好运来的罪过 贺书记甚至连好运来的 丈母娘都请了过来 很快大会召开 因为有游房营村村委会 提供的证据 好运来的巨额受贿 最无法成立 而胡权的行贿 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一听这个结果 胡二当即把黄德强给卖了 在好运来的几大罪状中 有一条说自从他当了乡长 便不让乡里其他几家饭店营业 可通知他们停业的人是胡二 后来打砸饭店的人又都是胡二的手下 有了几位饭店老板的正言 贺书记感觉非常惭愧 胡权和胡二都是他的小舅子 多年来他们横行乡里 贺书记不是完全不知情 可碍于亲戚这层关系 他一直没有下狠手整治 哪料他们最近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开设赌场霸占神井 庄庄渐渐都应受到严惩 可刚把他们关起来 就有不少人给他和公安局长打电话求情 不到24小时人就被放了出来 你们哥俩应该清楚 放你们一马 是为了给你们一个从今做人的机会 可你们为什么不往好道上走啊你们 啊 大骂一顿过后 贺书记让胡家兄弟立刻去公安局自首 随后三堂会审继续进行 针对饭店偷税漏税一事 好运来大方承认 可刘翠平并不认同 他掏出一个账本 按照税务局的规定 他家饭店每月应该上缴税额200元 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 他家饭缴税款是5600元 前两天调查组调查时 他已经把缴税的单子交上去了 可这几张单子全是白条 王县长看完直接傻眼 他本想借机整一下好运来 可刘翠平的嘴皮子非常厉害 这次是乡政组 在我们家吃饭打着白条子 一共是27000多元 你看分分没给 把人家放在底都吃空了 你让我拿什么去缴税 行你们跟俺们打个白条子 就不像俺们老百姓跟你们打个白条子吗 对 讲得好 被翠平这么一说 偷税漏税这件事也不好再追究 好运来的罪状 也只剩破坏计划生育工作这一条 根据村民举报 好运来在得知弟系超生后 不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还把他请到自己家养了起来 听到王县长的这条指控 丈母娘顿时休得满脸通红 是他执意让儿媳超生 担心好运来搞鬼 他还几次三番突击检查 要是因为这个连累了女婿 他的心里可真过意不去 我要知道这样啊 早叫桂兰做了 该多好啊 这何谷的呢 书家 县长 我们现在去做还敢不敢套呢 哎呦的妈呀 听丈母娘松口 好运来激动万分 只见她招呼一声 刘翠平便解下了桂兰腰间的棉布垫子 看大家都在鼓掌 桂兰羞的把头埋了下去 如今几条罪状基本都已澄清 贺书记准备开小会继续研究 就在这时柱子忽然喊了一声 我想说两句 叔叔 你干什么玩意你啊 闹什么事你啊 那我闹啥事了 我想说两句心里话不行啊 哎等等 我想说两句 你有什么资格在那说话呀 那以一个群装的资格呗 跟黄德强叫板的人 正是乡里的司机柱子 在得到贺书记的批准后 柱子开始慷慨陈词 他开的那辆吉普是出了名的破 跑实力得坏八回 不推根本不着火 每次吉普车出故障 好运来一个人就能把车子推着 可黄德强和赵福乡长两个人都不行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好运来是真使劲 而黄德强只会做表面文章 还有每次他和好运来出去办事 好运来都舍不得吃舍不得花 饿了就是一碗方便面 困了就找个小旅店浆酒 要是吉普车带棚子的话 好运来都能睡在车上 当着所有乡亲的面 柱子把好运来要给老书记 捐身的事也抖了出来 我就不明白了 就这么个好人 差啥就把他给整下去了 招谁惹谁了 要能干点事都得给整下去 那咱拿我们心来打活了 说完了 要想开除我 我这就懂了 柱子的一番话迎来雷鸣班的掌声 至此好运来的几个问题全被澄清 县委班子一致决定恢复 好运来代理乡长的职务 而黄德强也因为谎报成绩 遭到严重处罚 黄德强同志 暂时调离油房营子乡 回去深刻检讨 并写出虚状面材料 听后处理 黄德强虽说被停职 但他带给好运来的伤害还在继续 不久前好运来和梁玉芬 把自来水厂的建厂申请交给县里 很快县里就通过了审批 可小秦误打误撞 竟把县里的审批文件交到了刘翠平手中 当时好运来正好被停职 刘翠平便把这份文件转交给了黄德强 知道新建自来水厂有利可图 黄德强转手就把这份审批送给了胡权 不久后梁玉芬从总部归来 牛总已经同意投资 只要拿到县里的审批文件 公司立刻就能签协议 眼瞅自来水厂有了眉目 郝韵来非常高兴 可看到郝韵来和梁玉芬越走越近 刘翠平心里的醋意也越来越浓 她甚至要当众赶走梁玉芬 眼见儿子儿媳要拆家 老爷子急火攻心诱发了脑血栓 就在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时 小秦正好赶来 直到这时好运来才知道 审批文件被翠平交给了黄德强 可黄德强一问三不知 根本没有交出审批文件的意思 三堂会审过后 黄德强被撸 郝韵来把相办公大楼翻了个遍 也没能找到那份审批文件 与此同时被停职的黄德强 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缺陷 人哪 不论干啥 不脚踏实地地干点实事 那绝对不行 不好意思跟郝韵来直说 黄德强便让王县长 把文件的下落告诉给了郝韵来 听说文件在胡全手里 郝韵来让有才需要 可仗着贺书记的关系 胡全根本不把郝韵来放在眼里 眼看两方即将起冲突 小秦忽然出现 原来老马在了解情况后 已经让县里重新开了一份文件 马扯人来了 他亲自带来了一份文件 原先的那份啊 县里头已经给他作废了 不愿沈锦落在别人手中 胡全又想到一个损招 他和幽房营村的民兵连长 舱子达成一致 只要舱子能偷偷藏起三名 他就免了舱子的三万块赌债 面对巨额诱惑 舱子欣然应允 可他哪里知道 胡全竟是要把他枉死了坑 上集说到舱子被胡全匡骗 偷偷把三名藏进了山洞 两人说好只要把矿泉水场仪式搅黄 舱子就放了三名 可胡全竟把一封勒索信 送到梁玉芬手中 让他拿十万现金来赎人 一瞬间梁玉芬觉得天都要他了 胡全索要赎金的事情 很快传到舱子耳朵 他一怒之下冲到胡家饭店 把胡二狠狠揍了一顿 自从看到勒索信后 好运来便认定这件事 跟胡全胡二有关系 可三名是在县城遭遇的绑架 当时胡家兄弟都待在乡里 就在好运来一头雾水时 舱子忽然出现并跪了下来 在好运来的追问下 舱子把藏匿三名的地点说了出来 好运来一面让有才逮捕胡家兄弟 一面带人解救三名 当天夜里胡家兄弟落网 三名也被网好救出 可三名被绑这件事很快被牛总得知 他打来电话让梁玉芬和三名尽快返金 同时撤销了投资矿泉水厂的决定 为了新建这个矿泉水厂 好运来得罪不少同僚 父亲被弃成重病 老婆又回了娘家 说什么他都不愿放弃之前的努力 但牛总的脾气很倔 只要是他做的决定 根本没人能够改变 考虑在三后 梁玉芬决定带好运来去一趟北京 他想让好运来当面跟牛总解释 就当是做最后一次努力 很快好运来抵达北京 可他好话说尽 牛总依然没有松口的意思 几天后梁玉芬忽然把翠萍接到北京 当着他们夫妻的面 梁玉芬宣布了他和牛总的婚事 同时他告诉好运来一个好消息 牛总已经同意再次投资矿泉水厂 不久好运来一家返回游方营村 哪料成群结队的乡亲们 已经在站点等候多时 原来就在他去北京不久 老爷子便去世了 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好运来的心里充满自责 以前老爷子一直有个愿望 就是希望好运来能在乡办公楼里 给他安排个办公室 他要给儿子当顾问 如今老爷子走了 好运来把他的照片放在办公桌上 算是满足了他的遗愿 不久之后神井矿泉水厂正式成立 老书记在陈大牛的帮助下 身体也恢复了健康 至此一厢之长的故事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宣布 油房营自乡神井矿泉水厂 电机典礼仪式开始